9月3号韩红爱心祈福 百人员将公益行动在北京正式启动了 韩红的圈中好友们也纷纷发来VCR送祝福 而新的妹子佟丽娅转程从片场赶到祈祝现场 那韩红姐这也不是第一次做支援媳妇的事情 真的 李强强猴磊 杨吉马三位中国梦之声 学员也来到现场支持导师 而之前有媒体报道称 韩红有意带几位爱徒上春晚 还主动向春晚总导演冯小刚刨出了橄榄枝 没有啊 从来没说过 说您是给冯导打了电话 哦 真的吗 我跟冯导好一年没见 虽然没有主动邀约 但是如果冯导有意邀请韩红 还是很乐意加盟春晚的 冯导有邀请 目前还没有 我没有什么想与不想 当工作来临的时候 我得当它去工作去认真完成 不管它是春晚还是秋晚还是什么玩 总之找到我的我会认真去做 那我不去看它是什么事 春晚的事先提开不谈 目前韩红最要紧的任务可是远疆行动 而我们娱乐新天地的特派记者也将跟踪报道 韩红为期20天的新疆之行 娱乐新天地 韩红远疆开始了 报道